涼拌酸辣蓮藕片 切 燙 拌 這三個步驟就可以完成了一道 非常簡單的涼拌菜 好脆 非常的脆 哈囉大家好我是米澤 新的單元 Yeah 這個新的單元名稱叫什麼呢 米澤的健身好食材 不要太執著在那個健身喔 我也不是營養師 我不會跟大家講說這個是雞卡雞卡 我們只要健康的吃 然後控制一些 避免一些食材 那我今天帶來這一道料理 非常的簡單 而且我們只要三個步驟而已 涼拌酸辣蓮藕片 主角就是在這裡了 這個不是馬鈴薯喔 看好它是蓮藕 這個已經處理過了 我們已經把它削皮過了 洗乾淨之後 泡到鹽水 然後或者是白醋的水裡面 防止它鶴變 切蓮藕片呢 其實重點呢 不是這樣切 這樣切下去就沒有它這個 孔洞的紋路 而且它的纖維就是要把它切斷 所以呢 切的時候我們就是切成這樣 大概是0.1 0.2厚度都可以喔 那我們切完 馬上就是泡到我們的 加醋裡面的水 加醋裡面的水 水裡面有醋 水裡面有醋 對啦水裡面我們就是放幾滴的海醋 這樣防止它變色喔 OK 那我們就進行下一個步驟 就是穿燙囉 水裡面呢 我們就加一些鹽巴 那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鶴片 把它放進去 這邊燙的話 時間大概是燙2-3分鐘就可以了 只要讓它燙熟 OK 那我們水滾了之後 它又有點呈現半透明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撈起來囉 那我們再準備一鍋的冰開水 馬上就是讓它冰鎮 這樣才可以保有它的脆度啦 燙好了之後就進行下一個步驟 就是板醬汁呢 因為畢竟我們是做酸辣醬汁 那酸辣醬汁它的基底就是我們的醬油 那再接著我們就放我們的鹽 就放一點點 不要放太多 那稍微調和了之後 我們就是加入我們的白醋 因為畢竟是兩拌菜嘛 所以還是要有點酸酸的感覺 那這裡是加味醂 那有些可能會問我說為什麼不要加糖 因為我們在控制飲食當中 盡量是減少你的糖的量 因為畢竟我們在控制飲食不能吃太多的糖對不對 包括我們最愛的飲料都不能喝 OK 那我們接著我們就放入我們的香油 那如果你今天還是很在意這個油脂的話 你也可以不需要加 我們的辛香料就是加蒜碎以及我們的辣椒喔 那接著我們就放我們的熟的白芝麻 切記喔 這裡要放熟的喔 不要加那個生的白芝麻喔 那這樣把它攪拌均勻了之後 我們就是放進我們的蓮藕片 接著我們就是做拌的動作 就把它拌均勻 切記 雖然我們拌好了 但是它還沒入味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先把它拌起來 比如說晚上啊 或是隔天要吃的時候再把它拿出來吃 它會更入味喔 OK 那我們拌好就盛盤吧 OK 那我們的涼拌蒜辣蓮藕片完成 那我們來試吃吧 好脆 又聽到那個 非常的脆 所以 你們在製作這個蓮藕的部分的話 就是三個步驟 切 一定的 薄度 大概0.1 0.2的厚度 燙的時候呢 大概都是燙個兩分鐘 然後蓮藕片它開始有點半透明的狀態 就可以撈起來冰鎮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拌 拌我們的醬汁 醬汁的酸度跟鹹度 可以依照你個人的口味下去做的調整喔 那我們夏天這個很清涼的倒涼拌菜 很適合你在控制飲食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個開胃的涼拌菜喔 那這一道菜非常的簡單 就交給大家 我是米澤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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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